桓公问管子曰 梁具为寡人曰 古者轻腹税而肥己脸 取下无顺于此者以 梁具之言如何 管子对曰 梁具之言非也 比轻腹税则苍领虚 肥己脸则泄气不奉 泄气不奉 而诸侯之脾壁不依 苍领虚则自见无路 外 疲弊不依于天下 内 国自见 梁具之言非也 君有山 山有经 以利弊 以弊准骨而受禄 故国骨思在上 骨甲十倍 农夫夜勤早起 不带见史 无骨十倍 事半路而死君 农夫夜勤早起 立作而无止 比善为国者 不 曰 使之 使不得不使 不曰 贫之 使不得不用 故使民无有 不得不使者 夫良俱之言非也 桓公曰 善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 有人教我 为之请示 曰 何不观百能 管子对曰 何谓百能 桓公曰 使智者尽其志 谋是尽其谋 百公尽其巧 若此则可以为国乎 管子对曰 请示之言非也 陆肥则是不死 必轻则是减赏 万物轻则是偷信 三代在国 何树之友 比古时藏于上 三游于下 谋是尽其虑 谋是尽其虑 至是尽其之 永是清 其死 请示所谓妄言也 不通于轻众 未知妄言 桓公问于管子曰 西者周人有天下 诸侯宾符 名教通于天下 而夺于其下 何树也 管子对曰 君分攘而共入 世朝同流 黄金 一侧也 江阳之珠 秦之名山之增青 一侧也 此谓以寡为多 以霞为广 鬼出之属也 桓公曰 天下之树尽于鬼出之属也 双隐号 经国谷众十倍而万物轻 大夫谓甲之 子为无运谷而敛财 古之众亦也 经久为余 谷众而万物轻 若此 则 国财久在大夫以 国遂反依 财物之久者皆被众而出矣 财物在下 必知久在大夫 然则必谷现在大夫也 天子已克行 令已始出 属谷之人亡 诸侯寿而观之 连蓬而巨宇 高下万物以何民用 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 外则诸侯连蓬河与 属谷之人则去亡 故天子施其权也 桓公曰 善 桓公又问管子曰 终身有天下而勿施 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 请勿施于天下 独施之于无果 桓公曰 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 国之 广霞 攘之肥敲有数 终岁时余有数 匕首国者 守谷而已已 曰 某县之攘广若干 某县之攘霞若干 则必积尾弊 于是县周礼受功前 太丘 国谷去参之一 君下令魏郡 县 蜀大夫礼义皆急速入若干 谷重义也 已藏于上者 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 太春 国谷备重 树也 太下 复谷以释谎 明接受上谷以至田土 太丘 田 谷之存于者若干 今上连谷以弊 明曰 吾弊以谷 则明之三有归于上矣 众之相应 时之话举 吾不为国策 君用大夫之伟 以留归于上 君用明 以时归于君 藏卿 初卿以众 树也 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尾之 彼诸侯之古时 始无国古二时 则诸侯古归无国以 诸侯古二时 无国古时 则无国古归于诸侯以 故善为天下者 谨守众流 而天下不无谢矣 彼众之相归 如水之旧下 无国岁非凶也 以必藏之 故国古备众 故诸侯之古至也 是藏一分 以至诸侯之一分 利不夺于天下 大夫不得以赴持 以众藏卿 国常有识国之策也 故诸侯福而无证 臣 谎从而以忠 此以轻众于天下之道也 谨知数应 还公问管子曰 请问国会 管子对曰 君师大夫为五五 师名为师下 故守大夫以县之策 守一县以一厢之策 守一厢以一家之策 守家以一人之策 还公曰 其会数奈何 管子对曰 管子对曰 必准之术 一县必有一厢中田之策 一厢必有一厢中田之策 一家必有一家职人之用 故不以十守郡为五语 不以十守乡为五五 还公曰 行此奈何 管子对曰 王者藏于名 霸者藏于大夫 残国王家藏于妾 还公曰 还公曰 何谷藏于名 双隐号 请散 站台之前 散诸承阳 露台支部 散诸继音 君下令于百姓曰 民父君无与贫 民贫君无与负 故负无钱部 辅无藏财 资藏于名 遂风 无古灯 无古大清 古甲去上岁之分 以必聚之 古为君 必为下 国必尽在下 必轻 古重上分 上岁之二分在下 下岁之二分在上 则二岁者四分在上 则国谷之一分在下 古三被重 邦步之极 中岁时前 人家寿时 十亩加时 是一家十户也 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必者也 以国必之分 父部百姓 四简国谷 三在上 一在下 父策也 大夫巨嚷而封 积时而交上 请夺之以会 还公约 何谓夺之以会 管子对约 素之三分在上 为民盟接受上诉 杜君藏烟 五谷香米而重去十三 未予以国必谷准返刑 代夫无时于众 君以必复禄 时在上 君出谷 时而去期 君脸三 上腹期 散镇不资者 人亦也 五谷香米而轻 树也 以香顽重而及国 树也 出食财 散人亦 万物轻 树也 成时 进退 顾约 王者成时 圣人成义 还公约 善 还公问管子约 特命我约 天子三百领 太色 而散大夫准此而行 此如何 管子约 非法家也 大夫高其隆 美其事 此夺农事及世庸 此非辩国之道也 民不得以之为 消而离之余地 比善为国者 成时 徐吉而已 以 未知国会 还公问管子约 请问争夺之事何如 管子约 以七始 还公约 何谓用七始 管子对约 君人之主 弟兄十人 分国为十 兄弟五 人 分国为五 三世则招募同组 十世则为十 顾福师满眼 兵决而无止 轻重之家富由于其间 顾约 无与人以攘 无受人以财 财中则有始 与四时废弃 圣人礼之以徐吉 守之以决赛 夺之以轻重 行之以仁义 故与天壤同树 此王者之大佩也 还公问管子约 请问必成马 管子对约 十取夫三大夫之家 方六礼而一成 二十六人而奉一成 必成马者 方六礼 田之美恶若干 古之多寡若干 古之贵贱若干 凡方六礼用必若干 古 知重用必成马者 故必成马者 不必于国 必为一国陆地之术 为之必成马 还公约 行必成马之术奈何 管子对约 是授资已毕 大夫授亦已毕 人马授石已毕 则亦国之谷资在上 必资在下 国谷十倍 数也 万物财物去十二 侧也 皮革 金角 羽毛 竹剑 器械 财物 苟合于国弃军用者 皆有举劝于上 君时相周藏烟 曰 某月某日 苟从泽者 相绝周觉 故曰 旧雍一日而绝 国策出于古轨 国之策祸 必成马者也 金刀不藏 于官府 巧避 万物轻重皆在假人 比必重而万物轻 必轻而万物重 比谷重而 人均操谷 必金横 而天下可定也 此守天下之术也 还公问于管子曰 准横 轻重 国会 无得闻之矣 请问献术 管子对曰 郎母已至于冯会之日 龙下以北至于海庄 秦寿扬牛之地也 何不以此通国策哉 还公曰 何未通国策 管子对曰 逢是门一立书赘直逝 若其是唐瑜与牧时之人 仰是不失汉卒者 去其都制 与其宪制 大夫不相坠合 有者 为之无礼义 大夫忧其春秋 列民忧其门 山之祠 逢会 龙下牛羊牺牲月价十倍一日 此出诸礼义 急于无用之地 因门劳策也 为之通 还公问管子曰 请问国事 管子对曰 有山楚之国 有范下多水之国 有山地分之国 有水义之国 有漏壤之国 此国之五是 人均之所有也 山楚之国长藏古三分之一 泛下多水之国长藏古古三分之一 山地分之国长藏古古十分之三 水泉之所商 水义之国长藏十分之二 漏壤之国谨下诸侯 之五谷 与公雕文子契以下天下之五谷 此准时五是之树也 还公问管子曰 今有海内 献诸侯 则国事不用以乎 管子对曰 今以诸侯为公州之誓焉 以成四时 行门劳之策 以东西南北相比 用平而准 故曰 为诸四 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 便有天下 则父必以守万物之朝夕 调而以 利有足则行 不满则有止 亡者相周以时察之 故立不相倾 献死其所 军守大奉依 为之国不 双隐号 特别 互迷伤前顶irs相比赛 有什么味道